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着下来我们要学写双字 同学们请记得书写双字时要确定字写在填字格的位置 请同学们认真看并用正确的笔顺写双字 躺 躺在 意思是身体倒在地上或其他物体上 例句 他躺在沙发上很快就睡着了 兵 兵丁 意思是士兵 例句 古时候军队会到乡镇去招收兵丁 军 军服是军人穿的制服 例句 他穿着一套笔顶的军服 军 军密 是指草木军盛而繁密 例句 那池塘被军密的树木环绕着 移 移开的意思是改换原来的位置 例句 军华和爸爸合力把那张沙发移开 沙 大厦是指高大的房屋 例句 发展商正在那里新建高楼大厦 超 超强的意思是比一般等级来得更加强大 例句 见明有超强的记忆力 能过目不忘 强是属于形容词 例句 为了赢得这次的比赛 老师要我们加强训练 位 守卫 意思是防守保卫 例句 士兵们为了守卫国土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默 默默的意思是不说话 不出声 例句 我崇拜那些不图名利 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 谷 山谷 两山之间 例句 我们的村庄在一个山谷里 同学们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猜字迷小游戏 你准备好了吗? 字迷的题目 合上在身边 猜一个字 合上在身边 是一个躺字 躺着的躺 字迷的题目 黑色的狗 是什么字呢? 默默的默 黑色的狗是一个墨字 默默的默 字迷的题目 在刀口上走路 猜一个字 在刀口上走路 是一个超字 超强的超 字迷的题目是 八人一口 是什么字呢? 八人一口 八人一口是一个谷字 山谷的谷 字迷的题目 工厂里有夏天 猜一个字 工厂里有夏天 是一个沙字 高楼大厦的沙 一日之际 在雨晨 一年之际 在雨春 一生之际 在雨晴 同学们 这句话的意思是 一天能否成功 关键在雨早晨 一年能否成功 关键在雨春秋 一生能否成功 关键在雨勤劳 同学们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 谢谢